5 4 4 台东县拥有哨棒 青哨棒 青棒 成棒 还有大雪棒球 成为台湾棒球重镇 尽管少子化问题浮出台面 不过台东棒球仍在积极推展 未来有可能会出现一支直棒棒球队 刚接下棒球主委的陈寅 家庭棒球背景显赫 父亲陈建宁 过去担任县长任内时 更积极推展棒运 陈寅不排除未来将会引进企业资源 投入台东棒球 谢谢各位过去的努力 那未来我们一样一条心 继续为我们的棒球打拼 未来的台东棒军荣景再现 棒谈原住民人才季季 许多人更是认同台东是台湾棒球摇篮 台东的棒球人才多少 我们这些老前辈所遇出来的这些人才 确实是非常可贵 尤其直棒70% 现在是大概我们的原住民占最多 台东棒球委员会主任委员交接 卸任的主委高克吴教练认为 陈寅是棒球前辈上松更衣 也就是陈根源的孙女 相信对棒球未来发展有帮助 陈寅接下台东棒球龙头表示压力不小 但接下来就要做好棒球正常化 再创台东棒球风华 是她的目标 记者科特夫院台东采访报道 非常特别 感谢观看